OH BOY 大家好,歡迎來到囝囝研究所 今天要介紹的香港本土男子組合 MIRROR的JEROMY JEROMY,JEROMY,JEROMY 我沒有正式統計過 但在你的留言之中 JEROMY的出現頻率似乎是最高的 所以我就決定先做JEROMY 以下我會稱JEROMY為毛毛的 因為我實在不是太讀到JEROMY的音 JEROMY為什麼會稱為毛毛呢? 就是因為成為MIRROR的時候 頭是藍色的 所以又被稱為藍毛毛 簡直就是毛毛 雖然這樣說,可能很過份 但在我第一眼看到毛毛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他不是太帥的 先放下你的拳頭 不知道有這麼多人想看毛毛呢? 一定有他的原因 就當我們一起坐時光機 回到《全民造星1》的時候 看我們這個可愛的毛毛 當時他連頭都還未染成藍色 而在第一次表演完之後 當面有一句 你覺不覺得自己現在很韓國的感覺 他沒有什麼風格 沒錯,那時候的毛毛 經常被一眾評審質疑他沒有個人風格 整個人就像韓星的賭帽一樣 不過如果我們直接跳到最近的《全民造星2》裡面 看看毛毛毛在48強時的 SEN6L表演之後 拍爛手掌表演之後 他就知道他在這一年間 已經逐漸找到自己的風格 在《全民造星1》的時候 毛毛一直走到10強的過程 評審們對他的評價 一直都是實力很強的一個選手 台風、跳舞很好 唱歌也都比大部分人好聽和穩定 我特別喜歡毛毛毛在這首《塞落沙酒》的表演裡面 整體的表演都是很穩定的 而一眾評審也同時因為毛毛 還沒找到這個個人風格的過程上 以及這個不算主流的愛貌 曾經在40強度差點淘汰了他 考察樓美君姐姐就表示想給毛毛這麼特殊的市場 一個機會之下給了一盞藍燈 火火也都介意給多了一盞藍燈 就是因為我們今天才看到毛毛 一根夠底 如果不是毛毛有她的厚實實力登機 也不會把自己帶到今天這個高度 我個人都會喜歡姜比多一點 毛毛這麼多人喜歡的原因 當然不只在舞台上 當時被稱為滿身韓風的毛毛 韓文也難不了她 她曾經在MIRROR去旅行的MIRROR GO的節目裡面 和她的韓文成功解決了一套難題 這個環節裡面 她們就要用韓文來選擇她們的食物 而毛毛就成功在甜雞和魚之間選擇了比較正常的魚 雖然在上一題的麥皮和拉麵裡面她選錯了麥皮 她的部隊鍋變成了麥皮鍋 也是幫了很大的忙 除了韓文之外 毛毛也是一個很適應付小朋友的暖男哥哥 MIRROR GO的其中一集裡面 她就是去了韓國 她的其中一個任務 就是要餵蟹柳給這個好珍蟹柳的女生吃 而毛毛就是運用她的韓文能力 和她的無限愛心 成功地令她吃了蟹柳 毛毛和女生離別的時候 她的女生又哭了出來 另外她的Facebook還有Fans說 毛毛未來一定是個好爸爸、好老公 咦?那毛毛的未來發展和感情狀況是怎樣呢? 雖然我之前介紹AK的時候曾經說過 AK的金蕭大廈被偶然露面 可能是會少有地令她成為MIRROR裡面 可以發展演藝事業的人 結果其實 毛毛才是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被人抓去和ERROR一起演戲的成員 例如在娛樂風雲和做演藝裡面 毛毛也有飾演其中的角色 而周圍文有一次做評審的時候說過 現在香港的年輕一代是完全沒有毛毛這種類型 但我想ViuTV選了毛毛做演員 可能就是想幫毛毛做多方面的嘗試 至於毛毛的感情狀況方面 最後回回介紹教主上過這個撩登的 到底香港的男團MIRROR有多少個是Gay 宋文字討論 主宰認為毛毛可能是喜歡男性 但就有人表示 毛毛在中學時有一個拍過四天拖的女朋友 而也有人說 毛毛只是一個喜歡KPOP的只一男 整個屋都是女 那也不是喜歡女 那毛毛到底是喜歡男還是女呢? 那我找到MIRROR GO的其中一集 第13集裡面 毛毛曾經幫Lokman洗她的長髮 而毛毛表示幫她洗頭的時候 就好像幫女朋友洗頭一樣 很粗略綜合這幾點 毛毛應該都是喜歡女性的 而似乎毛毛在各種劇集的演出 MIRROR的表演 和《全民造星》之下的工作等等 她應該沒有太多心力去認識更多女生 畢竟是出道一年左右 我正式宣布 毛毛是 available的 毛毛的介紹就這麼多了 喜歡今集兒子研究所的朋友 歡迎給個like和follow 有什麼希望改善的地方 和想知道哪位兒子的感情狀況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下集見啦 拜拜